我們還是先回覆一下這個Crystal的問題 他說年輕人可以做怎樣的小投資 我覺得年輕人,所謂年輕人應該是乾燥社會的人 乾燥社會當然第一就是薪水可能不是很高 大部分人是年輕人的 幾乎大概大學只行1500 我們年會是1800啦 年會工作 應該1200多少 1400而已 所以其實1200、1400 你真的有很多錢要拿來投資 其實是很困難的 但是其實我們要知道 投資有很多種 有股票、房地產、基金 外匯、環境、各種 像買衣服、轉賣、投資 那個講的 這是很多種方法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選到一個是 什麼東西是適合你 適合你的投資方法才對 不是別人說房地產好 你就去買房地產 因為你要知道什麼東西適合 當你沒有那麼大筆錢的時候 你去買房地產 這個很大的價錢 其實也沒有必要 我不會給你最大的國效 所以我覺得年輕人來講 我的建議是當你出來工作的時候 就是把你的錢慢慢的存起來 可以投資基金 因為我覺得基金是一個很容易的入門方式 我們下個禮拜會談這個事情 這個基金為什麼 因為它第一 它有不讓人把你管理 你不用害怕說我的錢 現在沒有人管理 投資股票就倒掉了 像本來跟一個朋友談的時候 就這樣講 他很怕投資股票 然後就什麼都沒有 基金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當然你地比能夠拿出多少錢很重要 年輕人的話 我覺得你工作幾個月之後 你為自己存個一千塊錢 基金一千塊錢就會開始了 然後它也可以 當然你不要只投資一次 因為我們要的是儲蓄 要儲蓄之前 不斷再存吧 你基金就是一開始你是一千塊錢 然後你每個月一百塊錢 一百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塊錢存 定期定額 對 像我們上一次講的 我們說如果你一百塊錢 每個月去存它的話 你存個三十幾年 大概就是百萬多 所以你要堅持 對 一開始你一千塊 然後每個月就一百兩百 這樣看你要買多少 你同時可以跟那個 賣基金的公司 然後請一張表格 就自動從你的銀行的戶口扣了 這個叫強迫儲蓄了 定期定額的買這個資金 這會幫助你無情中 你會慢慢累積到你自己的錢 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講說 我每個月存那麼少 怎麼幾個月之後 幾年之後 我就存了五六千塊錢 如果今天都連開始都沒開始了 五六千塊錢 你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是 所以說 其實年輕人不要擔心說自己賺得少 我覺得年輕人有的是什麼 時間 對 再做個四十年 應該 很痛苦 年輕人有的是時間 對 所以你要燃燒你的青春 不是浪費你的青春在那邊打game 對 除非打game把你賺錢了 對 沒打game 不賺錢就不用了 真的是一點好處的內容 最近我都發現很多青少年 沉迷於玩者榮耀 我也受邀去很多教會分享這個東西 當然我不相信我講一個分享 然後對方這些孩子就會改變 但是我真的看到有一些改變 他們的傳道就會 迫背給我 欸 但是那是有用耶 我告訴他們 玩玩者榮耀的態度是什麼 會傷害你的身心靈 首先就是你的眼睛 你打玩者榮耀 這些上次產品就會有花出藍光 這個藍光是 你是醫生嗎 對 藍光是一直會累積在你的眼睛裡面的 它是不會消失的 所以你不知道你可以承受多少藍光 萬一有一天那個擴插用完了 白內戰就來了 對不對 搞不好還還半步病變 你幹嘛拔進眼睛搞成這樣 我們都說我們身體是聖女的變 為什麼你去傷害聖女的變了 但是我一直很想讓我介紹你 你玩者榮耀你覺得上次不喜悅你做這種事情 當然我們講太多 他們會覺得中年女兒 很囉嗦 真的是很囉嗦 真的是為了打玩者榮耀 我最近為了打玩者榮耀 跟我團體裡那些孩子 有一些意見不可能不合的事情發生 但我想說 我盡到我的責任告知 這個是不好的東西 那就不要碰 你要燃燒你的青春 不是浪費你的青春 結果你晚上都在那邊打玩者榮耀 然後打到熬夜 又沒有什麼精神去上課 好 Stop 要講一個這種 下一次再講 太多可以講 我可以告訴你多少多少的案例 有個網路成穎專家現在 一年講多少場 好幾場 好幾十場 沒有幾十場 好幾場 我甚至還講到喜馬的教會去了 王府牧師的教會 這是普世信的問題 好我們要開始我們今天中午的節目 十分關鍵 關鍵十分 你們會發現 這是一個都在抱怨的一個社會 剛剛我在抱怨那些孩子 不同的珍惜自己去打玩者榮耀 我們很多人都會在抱怨說 哇今天起薪這麼低 今天橋薪這麼慢 今天物價這麼高 這個菜市場賣的那個洋蔥蘿蔔這麼貴 對 然後孩子的教會費這麼貴 對 然後我都存不到錢 對 我們常常聽到這種抱怨對不對 錢不夠用 錢不夠用 永遠的問題 真的是永遠 有人類問歷史來都有這種問題 所以這就是我們一開始 在十分關鍵裡面 唐理財的目的 就是要教導大家 怎麼去規劃你的金錢 怎麼儲蓄 怎麼理財 很簡單 就是一開始你先省錢 然後存錢 然後投資 對 很簡單的三步驟 好 那今天我們又請到全員來跟我們分享 今天的話題也是非常非常實際的 無論是個人還是家庭 都應該有這樣的規劃 叫316財務金字塔 對 316財務金字塔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像剛才剛才剛才講的一樣 自古由人類以來就有錢不夠用的問題 對 但是 不同的人對於這個錢的觀念不太一樣 有些人他們覺得說錢不夠用 那有些人是覺得說我賺的少但是我還是夠用 那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就出在管理 你怎麼樣管理 然後你對金錢的態度是怎麼樣 所以在我們講管理之前呢 第一個我們就要講財富的定義 什麼是財富 大家覺得 網路上朋友你可以發表你認為什麼是財富 對於你來講什麼是財富 對於很多人來講 你覺得什麼是財富 很多人認為財富就是說 我有很多錢可以買包機 這個包機可能有車子房子 財富等於錢 但不是我的立場 我的立場是真正的財富就是 我有足夠的金錢跟時間 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跟健康 對 跟健康 對 對財富每個人的想法不太一樣 上個禮拜我們有談到說 這個Michael Jackson 他這個人他賺了一生中賺了七十幾億的美金 但是他到後來是破產 所以你看 對財富當然把財富等於很多錢的時候 就是一般人定義財富等於很多錢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那是多少 你會覺得很挫折喔 人家賺七十幾億都破產了 那我賺 那我可能連七十幾萬都賺不到 那怎麼辦 這是很挫折的事情 但是其實好消息是 財富的定義它其實是這個樣子 就是支持一個人生存多長時間的經濟能力 你覺得說一筆錢能夠讓一個人生存多長時間 他的經濟能力 這樣講起來好像感覺上很複雜 我們來看一個公司 他有一個Formula是這樣講說 財富我們用月數來算 這樣子來說 一筆錢除去你的支出 Expension是多少 以如說我今天退休了 很多人講說我退休 我現在就遇到一個年輕人 十八歲 他告訴我說 為什麼是五百萬 為什麼不是一百萬不是一千萬 為什麼是安拉安拉五百萬 他說他也沒有算過 他說他覺得五百萬應該會夠他推進的 然後我就問他說 請問你要這五百萬來做什麼 十八歲 我說你要來做什麼 他說 我就是做了這筆錢之後 有的物質有的房子 之後可以做我想過的 我說這樣聽起來是很對的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能夠存到五百萬 十八歲 他這樣是做sales 他說 不能夠存到五百萬 你有什麼planning讓你存到五百萬 他說 他說 我當然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怎樣 他應該講不出來 我想搞不好 他也是隨口說五百萬 對對對 然後我就告訴他說 其實你知道 好消息是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五百萬 也不是每個人五百萬就會只夠 是 對不對 你覺得今天你五百萬的話夠嗎 我不曉得 對 因為我不曉得我會活多久 對 你看喔 我們就拿他的這個 我們用一百萬來算 你知道嗎 比如說一百萬 今天你有一百萬 退休之後 你有一百萬 然後你每一個月你的花費是 一萬塊錢 OK 那你總共可以花一百萬除以一萬 所以你可以花一百個月 對不對 一百萬除以一萬 一百個月嘛 所以你的財富就等於一百個月 也就是說你可以活一百個月 這筆錢可以給你活一百個月 一百個月 一百個月除以十二等於差不多八年多 八年多 八年多左右 那你覺得這筆錢會不會夠 如果今天喔 你今天是一百萬 但是你的月花費是五萬塊錢 那你只剩下二十個月 對不對 二十個月等於兩年而已 兩年不到喔 兩年不到喔 所以你看到沒有 每個人對於這筆錢的數量 是不一定的 每個人的支出也不一樣 所以你不要看到朋友說 他要賺一千萬 我說我也要賺一千萬 他一千萬如果每個月花一百萬 十個月就沒了 你沒有多有錢啦 但是如果今天你只有一百萬 但是你每個月花五千塊錢 你可以花兩百個月啊 兩百個月是多少年了 二十幾年了 因為你從六十歲退休 可以花到八十幾歲 都沒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你不需要存到他的一千萬 而且你也存不到他的一千萬 所以活在單下 什麼東西適合你自己的 活在單下 什麼適合你自己的 不要羨慕別人 不要羨慕別人 每個人 上帝給人的恩賜不一樣 一些五千有 一些兩千有些一千 你是一千就做一千的事情 五千做五千的事情 這樣子會比較快樂一點 所以我們賺一千那就 注定低一點 注定低一點哦 你不要賺一千然後花兩千哦 用未來的錢 然後欠很多卡債 那我們都知道說 如果大家同意財富定義的話 我們才能往下講 OK 那我們要講到 講完財富之後 我們要講說 那我們要怎樣存到錢 你不能只是說我就是 降低降低開銷就好了 還是要存錢 那怎麼做呢 我們要做先分配後花費 永遠先支付給自己 這很重要哦 當我們薪水進來的時候 你一定要的 我要先分配好它 然後剩下的 我們要怎樣去花費它 然後永遠要把錢給自己 這是很重要的 你看哦 怎麼講呢 我給你們一個理財的金字卡 財務金字卡 讓大家來看一看 今天當你薪水進來的時候 我們要把它做分配 怎樣分配呢 如果比如說你賺一千塊錢 六百塊錢 六百塊錢就是你的生活開銷 看下一下 六百塊錢就是你的生活開銷 六百塊錢就是你的日常開銷 日常開銷包括什麼 包括你的loan 你的車子的loan 你的屋子的loan 你的吃住 衣食住行娛樂 孩子的 你個人的花費 全部都在轉移 全部都在轉移 然後再上去的 10% 10%是保障規劃 這是一個保險 你的保險就是10% 如果說比如說你工作 然後你要負責養全家的孩子 這樣我要做為工作 我要養全家四個孩子 加上老婆 也是10% 原來你單子這麼重 不是你一個人10% 是全家的10% OK 再來 剩下的30% 就是一個長期規劃 長期規劃包括什麼呢 什麼叫長期 通常我的界定是5年以上算長期 比如說我5年後我要結婚 那這個5年以後 這個就算是你的長期規劃 你要選結婚基金長期規劃 如果這樣大部分的長期規劃 講的就是這個孩子的教育 大學教育 不是現在教育 大學教育 然後這個個人退休金 那是30% 是 所以你看你1000塊錢進來 在這裡分一分就分完 你就沒錢 但是我們還要注意一點就是 我們除了要把這樣分配之外 我們還要做一個3到12個月的後備金 3到12個月的後備金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常常告訴人家說 看到這邊 當我們在做316的時候 已經沒有任何的儲蓄了 如果金屬於1000塊錢進來 600塊用掉 100塊買保險 300塊拿去做投資 你沒有儲蓄 那你會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你會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但是在我們開始做這些規劃之前呢 我們要為自己準備一個3到12個月的後備金 後備金 為什麼呢 我常常講說後備金 就像是一個城堡的負城河 嗯 因為 人生在世嘛 意外是難免的嘛 一定的 電話壞去啊 走路電倒去啊 車子壞去啊 生病要看醫生 都需要錢 那你開卡好得了 哇 這個18千 18千 日常還在60% 如果今天忽然間車子壞了 需要用到300塊錢來維持 嗯嗯 你又沒有錢了 那怎麼辦 兩種選擇 有些人如果裡面好好規劃的人 那我就從長期規劃裡面拿錢 但是你投資還沒看到結果啊 那算你就規錢啊 對不對 對 不要這種事情 從後備金拿錢 那時候後備金就是你的戶城河 是 預備一筆錢放在那邊 如果今天真的需要用到錢 從這邊拿錢出來用 用完之後再把它補回去 補回去 這樣你就會很安全 嗯 所以有些人 這樣的一個guideline 有一個好處就是 有些人會為自己存很多的錢 在Saving Account OK 我常常講說 每一分錢都是為你工作的 如果你今天把很多錢放在FD FD它的利息3.多% 是少過同貨膨脹的 你放那麼多在那邊的話 它不會為你工作 所以你就準資了這些錢 所以其實準備3到12個月的後備金就足夠了 那這邊有人問說 支付給自己 怎麼說 就是這邊說 你要為自己存起來 錢一定要存起來 你把錢都花掉了 你把錢都花掉 花出去 這些都是花給別人的 嗯 花給別人的 你就 你留什麼給自己 就這兩邊是花給自己 這個是給自己 這個是給自己的 OK 30%這個是給你未來退休用 給你孩子用 在這邊可以提起的 嗯 就是這樣子來說 10%是風險萬里 風險萬里 這很重要喔 非常重要喔 我跟大家分享 我們之前也會有碰到說 他這個10%他不想去浪費 他覺得是浪費錢 你不想買保險 就不想買保險 怎麼講 他是講不過他 他覺得買保險 我沒有事情的話 那保險保費 不就是浪費了嗎 對對 我說你沒事情 那不是很好 他說沒事情 那表示說我用不到那些錢 我的保費不是白丟 後來啊 是我 我發生事情 我去動眼睛的手術 一邊花掉五千多五千多 我就跟他說 如果今天我沒有醫藥卡 我沒有買保險的話 你叫我拔那一萬多塊錢 我去哪裡拔 如果我沒有貨備金 我可能是這邊挖 那就影響到我的生活品質了 所以我有買了保險 不然我買的是舊款保險 所以我還是要給付百分之十 我只花到多少錢 一千多塊罷了 我這樣講之後 我就發現他有點爽變了 因為他有小的孩子在那邊 孩子都常常生病 不然之前啊 這種腦筋啊 講不過他 很多人會覺得說保險是個浪費 我覺得有兩個指標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我剛才告訴他們買保險 就是一個風險裝衣 比如說今天你買了一個車子 你一定要買車險嘛 那車險的話 有幾個人說車險是不需要的 那你出車禍的時候 車險就很需要 我就講說我自己的例子 我這個 我買了一台車 2016年買一台車 結果出門跟我媽媽一起出門 父母出門 結果齁 在紅綠燈 不進的紅綠燈 後面就被我媽媽轉上來 整個車後面整個就壞掉 這樣車像跟aluminium一樣非常的軟 他就外面就綿掉了 門換一換齁 要八千多塊錢 那新車你能不換嗎 還買三四個月你不換嗎 當然要換了全部換新 你去哪裡玩錢 那時候有保險 車點Claim一下 就是跟這樣 錢不是問題 換去就是資料 我要最好的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觀念 這個十八千其實可以保障你其他的九十八千 你知道嗎 我剛剛講的 這破壞他的計劃 不會破壞你的其他的計劃 十八千而已就是保障你的九十八千 和樂而不為 但是很多人問你就是我剛講 第一個就是因為他覺得 他不覺得保險重要 那第二個就是覺得說 你剛講嘛 我覺得我為什麼要花錢去保一些未知的東西 對 未知的東西 一件未知是講說 上帝保護我就好 對不對 所以有些人 最大的原因就是在於 他們覺得保險很貴 他們覺得保險太貴 其實不貴 因為你要知道 保險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方法可以幫助你減低保險 在市面上很多產品 你可以用小錢買到很大的保障 所以當你用小錢買到大保障的時候 你就不覺得說那個是花費 比如說今天去旅行 你買個旅遊檢 旅遊檢多少錢 十塊二十塊錢 比如說這樣子而已 然後給你一個很大的保障 你去了之後回來 每一會兒也不用到 你會覺得 哎呀 找照單吃掉 沒有這種事情的嘛 對不對 去個安全回來感謝主 對不對 這是好事情啊 對不對 對 去的時候回來 你又是浪費這樣子 我岳父就是 我跟你講我岳父的事情 他在這邊講 他會聽到 我要講 他說他去 他在台灣 然後他去這個身體檢查 檢查之後 全部都是正常的 我浪費我的錢 我說 你要出來一個是有癌症 這樣才高興 對不對 我說檢查出來正常是很感謝的事情 我不覺得那錢是浪費 那比錢沒用到那是最好的 那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不要擔心 但是要想辦法 用小錢保大的保障 而不是用大錢保小保障 那你就很吃虧了 我們再回去講一些 這個長期的規劃 這邊包含的就是說 儲資 剛剛講到基金啊 股票啊 外匯啊 還金啊 這些房地產的東西 這個你一定要有 這個36% 有要有 因為這個會幫你錢生錢 對對對 對對對 我們剛才就講說 人家人有兩條筒 錢有四條筒 四條筒 所以錢去生錢會比較容易 嗯 那長期規劃有一個東西 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很多說 長期規劃很好 我就把我的38% 全部放在FU 嗯 又不是在D 但是你要知道齁 這個所謂的長期規劃 你如果投資在這個地方 要讓它有增長的話 我們只放30%的話 你一定要達到至少 8個% 8個% 為什麼 因為通貨膨脹是5個% 對對對 然後馬幣再貶值這樣 所以說 你沒有達到8個%的話 基本上 不會達到通貨 不會超過通貨膨脹 你就不能夠多存到錢 對啊 所以FB財商挺多嗎 那根本打不過通貨膨脹啊 對對對 譬如說你飯裡面 是每一年在虧錢 是啊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要讓大家知道 對 對 你看 有一本書叫 有錢人這麼想 這本書 它有一句話 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說有錢人 會懂得 管理他們的金錢 他們會做理財 那窮人都會把錢弄丟了 用很多方式把錢弄丟 可能是亂話 可能就是 換成FD 你的錢就丟了 沒有人說沒有人說 只是想法不同 所以你看 他們以前講過一句話說 即使今天 我把所有有錢的錢累積起來 全部平分給全世界的人 到最後 那些錢還會回到有些人身上 因為有錢人的思想不一樣 他知道說 我要怎樣能夠用我的錢去賺錢 但是 一般人只會想說 我怎樣用我的勞力換錢 用我的時間來換錢 對不對 他就是用時間換錢 用方式穿到收入 他不是穿到財品 但是你要知道 有一天你的時間 你的勞力會不見的 會沒有的 會啊 就像風車一直廣 可是風車總是有一天會停 為什麼會停 人我們總是有一天可能會有生病 生病 老了 可能被支錢 財源 都有可能 那這一停怎麼辦 因為你是靠 手停就口停 那怎麼辦 有沒有想到 長期規劃就很重要 很多年 我們上個禮拜有講說 一個投資的迷思是 年輕人覺得說 我還年輕 我為什麼要這麼快存錢 但是現在的疾病沒有告訴你 你比較年輕 你不會得糖尿病 現在糖尿病高血壓 全部都是年輕化 沒錯 對啦 包括癌症啊 中風 都已經是年輕化了 所以你不要再告訴我自己說 我還年輕 這事情離我很遙遠 我跟你講這樣已經是越來越接近 不會離你們遙遠 對不對 這大家要自己想想看 還講到保險 因為很多人要注意這點就是 很多人我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他的保險的10% 他用超過10% 可能用了20% 30% 那你用了10% 20% 30%的時候 其實你就吃掉了你的未來錢 這筆錢是你的未來錢 未來要需要用到的錢 但是當你沒有好好做規劃的時候 比如說你的生活費可能變成80% 或者保險變成30% 你就把這邊的錢拿下來用了 拿下來用的時候呢 你未來就不會有錢用 對 未來不會有錢用的時候 你未來就會很辛苦 就會很可憐 所以你看我們很多的 現在的有些的 我們的父母 我們長輩那一代的人 一直工作一直工作 不能退縮 為什麼 因為他當初沒有做很好的規劃 像美國人這樣也是這樣 美國現在的社會就是這樣子 他們儲蓄不足啊 所以很多人到了七八十歲之後 可能退休了五年四年之後 又發現我錢不夠用了 我又要出來找工作 你那麼老了誰要你 對不對 所以變成你就會變得很可憐 退休中國就不能得到保障 是 所以這樣子的分配其實 其實是一個比較完美的 三一類的方法 我們約翰福音三張十六節 對 神愛世人 很好記齁 大家用這種方式來記 約翰福音三張十六節 三三十六節 三一六 神愛世人啊 給你這套計劃了 你要好好做 對 我有看過一本書 就是 古神巴菲特有講一段話 我覺得蠻有意思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說一個人一生累積多少財富 不是取決於你賺多少錢 而是取決於你怎麼去理財 所以人找錢不如 錢找人 錢找人 對 錢找人 然後要知道 讓錢為你工作 沒錯 而不是你為錢 錢工作 你要找到一個方法 在睡覺的時候還能賺錢 對 找到我們化專師吧 他講啊 老師問他什麼方法 那你睡覺的時候還在賺錢呢 對啊 網友們你覺得睡覺還在賺錢呢 那是什麼樣的方式 大家可以留言 我們可以討論看 看到底是什麼樣 對啊 你要建立你屬於你自己的被動收入 被動收入 很多人說 你今天投資股票之後 你就有被動收入 其實不是的 被動收入是需要時間來累積 它需要付出一些代價 你未來才會有的底線 是 對不對 所以你一開始不累積 你怎麼以後會不會有的 等你五十幾歲才想說 我要累積被動收入 沒時間啦 年輕人有的就是時間 時間就是金錢 在這裡 時間就是金錢 沒錯 沒錯 我想 我們 這邊 網路上的年輕的朋友 如果你是社會新鮮人 或是你已經工作一段時間了 你就覺得說 我還是那種錢被追得很緊的那種感覺 因為每個月要付車帶還是什麼 然後要結婚的話 不支窮横結起來 因為又沒有錢可以結 就是說 我們女生要的聘金要漲價了 之前說如果是大學生生價的話 聘金要一萬塊 現在三萬多了 那也要一萬塊的 不是我印象中都是三萬多嗎 是怎樣 照備 從一萬變三萬 不是三萬多嗎 確實是三萬多嗎 三萬啊 你三萬拿不出來 這個未來的賬名 就是 你那關過不了 就可以再付那個聘金 好 那你結婚要付九十一費用 就是說這樣一堆要七百塊 七百塊 那如果我每個人包個五十塊給你 你這個虧了 還要貼錢 還要貼錢 然後結婚後準備生孩子 懷孕了嘛 對不對 生孩子 做自然生啊 還是政府醫院生啊 還是剖護啊 所以說剖護要五福才 這樣差不多要 我那個年代是三千啦 十年前我生女兒的時候剖護是三千多塊 那現在自然生要三千 現在自然生差不多要三千塊 除非我們身體很好啦 隨便去大醫院生就好 那個一百多塊 差不多 那一百多 我不知道 應該不用 那這樣我那種高齡場 不肯定 都專業的 因為我生女兒的時候 我是高齡啦 三十六歲 三十七 三十七 高齡 被他們知道年齡喔 哈哈哈哈 好 那坐月子 聽說坐月子 現在要 五千塊 喔 NO 對 一聽到這些 哩哩哩哩哩的錢齁 我看到我們的弟兄啊 那些男孩子啊 臉上就 哼無表情 不知道是 在糖雪 肌裡面在糖雪 還是欲哭無淚 什麼都是錢 沒錯 那怎麼辦 對 現在開始 省錢 以前習慣喝一個 Starbuck 或是 習慣喝一個手搖杯 珍珠奶茶 你現在把它剪掉 從最簡單的省起 然後呢 存錢 對 有網有哭啦 等一下 有網有哭啦 有網有哭啦 我一想到 我孩子的未來 我也是想哭喔 對 所以我們現在很努力 兩功夫啊 我跟我先生就很努力 在理財 很小心的去理財 然後就說 每一分錢都很 賺錢辛苦啦 每一分錢真的是 都要好好的運用 對阿 對阿 如何運用小額資金做投資 小額資金做投資 剛才我們之前有提到啦 就是你要做這個基金的投資是很快的 然後 台灣有一個東西叫做零存整治 就是 先存小錢存起來 比如說你年輕人一開始 沒有一千塊錢拿不出來 那就每個月存啦 存一百塊錢 報告說這一百塊錢你存不到 一百塊存不到的話 等下再想看你的問題出在哪裡 一百塊錢真的不能做什麼事情 去買個東西出來 一百塊錢就不見了 真的存不到啦 因為還要還PTPTN PTPN 好像很便宜 但是一定要還 很多PTPN不還 不還以後不能出谷 買屋子買車子都不能夠 這樣很嚴格喔 我們就說一個月存一百 對 你存一百塊錢嘛 你存了十個月就只有一千塊錢 一千塊錢真的可以買第一筆的基金 之後再每個月一百塊錢嘛 然後就養成習慣 每個月就是存一百塊錢 但是呢 你薪水會漲 會一輩子賺一千塊錢嗎 那也太可憐了 所以你明年漲加薪五十塊錢 OK 加薪五十塊錢 那就把二十一塊錢存起來 二十五塊錢去享受可以啦 但是如果你很有紀律的話 你說OK 加薪我都不要加了 加五十塊錢全部拿去投資 所以就看你對你的目標感如何 你覺得那個可有可無就沒有問題 如果你很遙遠 那人就很遙遠 永遠都不會來 就很遙遠 對 對 我們看到一個經節 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從聖經當中拿出來的 殷勤酬化的主治風域 行事幾兆的都必缺乏 其實我們拿取 我們得到財富的能力都來自神 給我們智慧 他也給我們自由意識去分配我們的財金錢 所以我們要做金錢的好管家 我們也常常聽到要做金錢的好管家 跟時間的好管家 就是善用你何來的辛苦錢 每一分美好善用它 不要亂花錢 我覺得現在青少年了 太喜歡喝茶了 晚上都在喝茶 還喝貴的地方 還喝貴的 咖啡 咖啡 不是路邊的那種咖啡店 咖啡 那一餐下去不得了 對啊 所以便便十塊二十塊 對 昨天我還跟神學員的岳墓 發文牧師在 發文牧師都說 這樣一個月賺三千塊都不夠用 是 是 那何況才一千多兩千多的 怎麼辦 沒有想辦法 你自己爭執了 然後再努力投資了 是因為這種方法 所以你在complain也沒有用 你complain的世界不會再變 就是這個樣子 那大部分搞定自己的心態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邊 殷勤很重要 那努力的籌劃 酬化 才會逐致公余 你要變得有錢 那你說你要努力的規劃 規劃 如果隨隨便便的人 行事幾兆隨便便的人 最後就是缺 缺乏 對 所以你不看懂自己的錢 那我就不理你了 你不理財才不理你 他就走掉了 沒錯 對不對 對 那大家對今天的主題 如果還有什麼疑問的話 可以再繼續發問 我們這個影片 還是會share在這個 我們的Facebook專頁 對 之後也會把我們一些內容 整理成文字 大家也是可以看的方式來看 那如果你對將來的話題 有一些建議的話 我們也放一提出來 剛剛我們初步的想法 就是說下一次 下個禮拜我們講基金 投資基金 如果你特別有興趣的話 就一直要留守我們節目 我們應該還是在 下個星期一 一樣的時間 跟大家見面 透過十分關鍵 這個理財節目幫助大家 其實我們目的不是要讓大家去賺錢 而是讓大家懂得理財 管理你的金錢 對 理財 圖序這些 然後之後會教大家一些投資的工具 大家可以真的讓錢可以生錢 而不是一直靠你的工作來增加熟利 那個太難了 太辛苦了 沒錯 謝謝